22.9.4 体验 大家之前也常听到 CDK-46 针对Rivy的一个新的进程 就是CDK-4跟6X2接合 找到细发的生长 那就是我们给这个CDK-46抑制剂 可以有效的抑制肿瘤 有从G1到S-Face 是目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药物 那过去来讲 是因为在停经后的一个妇女 那我们假设停经前的妇女 如果想使用这个药物 我们可能就需要打一些GNRQA 让病人停经之后 同时合并抗荷尔蒙药物来使用 那今天也会针对这个部分做一些解说 那以目前NCCN该针对这种 停经前荷尔蒙所有阳性的乳癌 那我们实际上有些考量对 假设是转移性的病人 我们评估看病人有没有内脏风险的危机 如果内脏风险的危机 那病人可能会有生命的一些风险 那让你打化疗 可以快速让病情得到控制 如果并不是一个有内脏紧急风险的情况 我们可以先尝试荷尔蒙药物治疗 那针对停经前的病人 我们可以先给一些药物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看到讲像泰沫兮酚 它就是一个选择性的荷尔蒙塑体的调控剂 那如果说这个病人是还没有停经 那我们想要给更强药物 我们先给一些荷盟来抑制卵巢 那之后我们给像那个芳香 或者抑制性或给泰沫兮酚 然后加上CDK46 是目前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些药物 那今天要讲的药物 就是一个这种GNRG的药物 在试验上有两种比较常见 一个是我们之前介绍过 像诺雷德的药物 那今天讲的叫罗普林 这个皮下增剂对 那我们可能今天从过去临床试验的角度 那临床的效果 其他有哪些优点 来跟大家介绍跟分析 那以目前来讲 NCNK就是美国M4的规范 来建议荷尔蒙药物治疗 在平经前的病人 我们可以考虑使用泰沫细分 加减就是加上卵巢抑制剂 就像我们今天讲的 硫普林或是诺雷德 或者说我们直接使用上这个 卵巢抑制之后 换成比较强的方向和抑制剂 这两个都是适当的治疗 那以目前荷尔蒙治疗来讲 早先最想是至少建议治疗5年 那经过5年治疗之后 有些病人可能已经进入到停经之后 那这些进入停经的病人 我们会考虑持续使用泰沫细分5年 让整个治疗达到10年 或者说你把它累积到整个方向 完美抑制剂 整个累积到达5年 这两个都是适当的处置方式 如果说你给停经治疗可能5年之后 它还是处于一个还没有停经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把它换成泰沫细分 接续到整个使用10年的情况 这是我们有关荷尔蒙治疗的一些 目前的建议 那以目前我们用卵巢抑制的情况之后 来取代过去的化疗药物的进展 以前我们认为说乳癌就是要需要做化疗 那早先来讲 我们可能使用小黄美的化疗药物 那在一些临床事件发生之后 在停经前荷尔蒙塑体阳线里面病人 我们使用那些停经的药物 比如说我们给病人打中GNRGA 好像给诺雷德或是牛普林 那病人停经 再合并荷尔蒙药物治疗 它的效果实际上跟 传统的小黄美的化疗药物 效果几乎是一样的 那甚至在比较年轻的一些主持人来讲 我们整个除脑力 好像有比较改善的情形 那另外在一些本身化疗完之后 很快就月经来的病人 如果说我们能够适时给病人 延长停经的时间 对整个病人的愈后也会有帮人 那有些病人他未来也可能考虑要怀孕 如果这时间你在化疗间给一些 停经针 让病人卵巢能够保护的话 他对整个癌症治疗 事实上是没有看到一些不好的影响 但是后来这个病人有效排卵 跟有效能够怀孕的比例会比较增加 所以目前很多癌症治疗违反 会建议病人考虑这个药物的原因 那以目前我们很强调 就是肿瘤的身体的量 如果我们这是高风险 那当然这个病人会建议病人打化疗 那打化疗之后 假设病人还没有停经 月经有可能来 我们使用停经的药物 那合并给芳香滑鼻势 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如果这病人是属于中度风险 那评估来讲 有没有需要做化疗 如果这病人评估解 好像并不是真的需要做化疗 那我们可以给这病人 给他停经之后 给泰默细分 或给停经之后 给芳香滑鼻势剂 如果这病人评估解 属于中度又偏高风险 那当然我们会建议病人考量 使用化疗药物 那化疗药之后 对 我们可以让病人停经之后 给芳香滑鼻势剂 就是我们评估病人的风险 那如果病人这是低风险的话 那当然你可能只要给泰默细分 其实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说你给芳香 就给一些停经之后的药物 再给泰默细分 它事实上有比较明显的 停经的症候群产生 在比较低风险的病人 可能只要给泰默细分 它的效果就不错了 那我们怎么定义 哪些是高风险的乳白族群 第一个 就是零八节转移 大概四颗以上 或者说非常年轻的乳白 比如年纪小孩 三十五岁 这是非常年轻的乳白 或者说这个病人已经建议他要做化疗 这病人也是属于高风险的族群 所以这些我们医院商都认为是高风险族群 那这些病人如果说打化疗之后 他还是属于一个未停经状态 我们建议只用GNRG的药物 来让病人能够适当地达到停经的一个程度 那我们目前在一些国家 亚洲地区 或者全身一些荷尔蒙做的阳性 早期停经前病人乳白队 有很多建议会建议病人说 我们使用辅助性化疗之后 合并一个卵巢功能的抑制 再加芳香黄的抑制剂 是对高风险族群病人有明显的一些帮助的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病人认为他使用泰沫吸氛就足够的话 那使用卵巢功能的抑制剂 像我们给那个L-Polibos诺雷德 他本身来讲也可以有效帮助整个荷尔蒙药物的治疗 到复氏的治疗